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玩意儿就是一种技术含量很低的电子脉冲干扰器 第一个通过遥控或者线控来操纵计价器 每按一次遥控器按钮 计价器的里程表至少多跳200米 专坑不熟记录的吃瓜群众 但究极版电子脉冲武器就不是坑点小钱这么简单了 据美国核专家估算 一枚400万吨当量的核电磁脉冲弹 在距中国上空500米处爆炸时 破坏半径可达到3000公里 这个区域内的电子设备都会烧到电磁脉冲攻击 电磁脉冲无孔不入 可通过管道 铁轨 孔系 电缆 电线等渠道 进入电子设备内部 并产生很高的顺时电压和电流 电子设备轻则暂时失灵 重则烧坏敏感元器件造成永久性损毁 即使该设备没有联通电源并处于关机状态 也难以摆脱电磁脉冲的魔掌 那时我们的手机要么变成三星牌手雷 要么变成黑板砖 自拍 聊天 网购 听歌 看片 炒股 打游戏 给每日点兵点赞 订闹铃 全都化为美好的回忆 虽然大家的网引戒了 但杨教授和键盘侠也失业饿死了 此外 古代电脑 电灯 电饭锅 这些家用电器便电子垃圾 就连企业级的电子设备也难逃一劫 将电信公司的电话交换机和手机基站 电力公司的电网 电表 书便电设备 自来水厂的水泵 水处理设备 工厂的数控机床 医院用于检测病理和治疗病人的 电子医疗设备 交通红雨灯 高铁 地铁 电梯 ATM机 这些统统卸菜 快递小哥的电动三拨车 也得换成人力矗力的了 使用电喷发动机的汽车 也将全部爬窝 那时只有使用机械油泵公油的 压燃式柴油发动机汽车 才能启动 老式蒸汽机车必将冲出江湖 石瓜群众也将回归交通基本靠走 通讯基本靠喉 治安基本靠狗 擦屎基本靠手的低碳环保好生活呀 好了说了这么多是不是把大家吓坏了 我们来点更销魂的 看看电磁脉冲武器的军事应用 电磁脉冲武器 电磁脉冲武器是一种战略性武器 作战影响范围极大 制造门槛较高 是在中子弹周围包一层材料 核爆时 该材料的原子核与中子相互作用 瞬间释放出高能伽马射线 目前只有美俄中法四国有能力制造 非核电磁脉冲弹 是一种战术性武器 由于核电磁脉冲弹影响范围实在太大 实战时可能伤及自身的装备 还亦导致常规战争升级为核战争 因此美俄中法德等少数国家 研发了非核电磁脉冲弹 作战影响范围通常为数百米 美国进攻伊拉克时 就曾使用了电磁脉冲炸弹 电磁脉冲弹的用途极为广泛 通常用于摧毁对方电子系统 比如指挥系统 通信系统 雷达系统 还用于反舰 反无人机 反卫星 反辐射导弹 美苏这俩变态当年还研制过防空核导弹 想以电磁脉冲来反导 我军的东风26反舰弹道导弹 也可搭载电磁脉冲弹 来瘫痪对手的航母战斗群 然后施以饱和攻击 面对电磁脉冲弹 将夜视仪和萨德系统这些装备 都会变成瞎子 笼子 即使先进入美军 一旦被电磁脉冲炸弹命中 也和伊拉克民兵没啥区别了 双方军队极有可能回归 夜战近战拼刺刀的传统战争模式 世界主流强国为应对电磁设备失效的窘境 很多装备除电磁操控系统外 还备份了机械操控手段 并始终不放松传统技战术训练 有矛就有盾 防护电磁脉冲也是有办法的 各核大国的重点军用电磁设施都做过针对性的防备 其中成本最高的是采用光纤代替电缆传输数据 应用比较广泛的有电磁屏蔽和接地 还可以为电磁设备内置保护电路和电磁管 但这样电磁设备也会非常笨重 当年苏联偏爱电磁管 不单是点错科技术的缘故 还因电磁管比晶体管抗电磁脉冲的能力强两个数量级 很适合于核大战时的复杂电磁环境 那时精密的西方电磁设备大规模损毁电脑残 苏联的落后电磁设备反而拥有了优势 同样美国E4空中指挥机也大量采用了电磁管 也是为了避免核战争中指挥通讯被核武器释放的电磁脉冲所伤 而我国不仅电磁脉冲武器处于世界前列 电磁脉冲防护水平也毫不落后 解放军理工大学首席教授周碧华功不可破 他自七十年代初就开始研究电磁脉冲工程防护课题 为祖国奋战四十多年连续三次延迟退休 不仅科研成果显著 还培养了一大批电磁脉冲防护专家 被中央军委称为军中援隆平 中国还有无数像周老一样的科学家 在默默攻克科技前沿阵地 为我们撑起电磁保护伞 我们多彩的电磁世界离不开这些英雄的守护 感谢他们 请在微信上搜索每日点兵 关注我的微信号 原创不易啊 各位看官就是我的衣食父母 打开微信 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无论你有什么想说的 想问的 想吐槽的 想了解的 都可以与我交流 您的关注就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 谢谢 走啦 104 106 109 106 10充7